石磊瑪塔吉女士向所有真理的追求者致敬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真理是如其所遇的 是好像他自己这样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不可以改变它 我们也不可以将它概念化 很可惜如果我们仅有人类的知觉 我们是无法了解真理 现在任何我会告诉你 你必须不相信我 无论今晚是什么 大家是无需要黄默地相信的 我们黄默地相信很多事物 很多的思想已经令我们吃尽苦头 我们应该好像科学家那样有开放的头脑 所以今晚石磊瑪塔吉女士跟大家说的东西 大家应该看成一个方法的假设 去验证一下它是否真的 但是如果是真的 但是如果是真的 你就要接受 但是你不要去黄默地相信 如果黄默地相信事情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证明的话 那么作为证明实的人 那你应该去接受它是真的 因为我们承认真理是我们对自己有益 它是对我们家人的利益 对我们整个国家有益 也对全世界有益 也对全世界有益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 人类的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人类的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当他们的能力中心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你会出现问题 无论是身体上的问题 是情绪上的问题 甚至是社会制度上的问题 经济问题 政治的问题 都会产生出来 有些是集体性的问题 譬如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但是它来源都是我们身体的能力中心那里出现问题的 现在这个能力中心在每一个人体里面都存在 无论你是中国人 日本人 或是其他国际的人 你这个能力中心是 trying of fear and this power of kundalimi resides in the pessoa which we call as sacrum 你这个灵量呢 它的能力是在我们的三角骨那里的 这个三角骨呢 在医学上呢 是 sacrum bone 意思是聖骨 這個表示希歷人其實對這個靈量是有知識的 因為那個譯名是希歷文那裡來的 他們知道這塊三個型的骨是有很神聖的力量的 真正的真實是你不是這個身體 這個心 這些情感 智慧 心理 真理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不是我們的身體 亦不是我們的思想 亦不是我們的情緒 亦不是我們的自我 亦不是我們所接受的社會的制約 我們都是一些純粹的靈體 我們看到這些美麗的花 這些是一些奇蹟的創造 我們沒有想到 他們會在不同顏色上 我們很少人去想 這些花朵這麼漂亮 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這麼多的色彩 這麼多不同的樣態 我們很少人去想到 這個其實是生命的活生生的過程 是什麼力量會在主宰的呢 我們會問醫師 他會說 什麼力量使我們心臟會自動跳的呢 醫生就說 這是人的自動神經系統去調節的 但是它是自動的,如何自動化呢? 我們就不去想,其實我們只是不去想, 我們不想知道這些事,各種生命的奇蹟是如何創造出來的。 這些事,生命的各種創造,都是一些很精美的力量,在背後去支持著它們。 這種力量就是上天的毫愛,無所不在的愛。 在不同的宗教裏面,是有不同的叫法。 但是可惜今天的宗教,它們不是靈性取向的。 它們在開始的時候是這樣的。 但是過後,它們就改變了。 要不就是追求權力,要不就是追求金錢。 這些是絕對錯誤的。 用神的名義去賺錢。 神根本不了解人類的錢是什麼。 就好像這些花開的那麼漂亮。 我們究竟要向大地之母,向泥土給多少錢呢? 她不明白錢,她不明白銀行。 這個神的力量是不可以了解什麼叫錢,什麼叫銀行。 所以我們要首先了解,一個活生生的力量,活生生的過程, 我們是不可以給錢去買的。 就好像我們今天呢,大家都進化成為人類, 我們是不需要給任何的費用,不需要給錢的。 所以,我們不是給錢才可以進化成為人的。 但是呢,通過麻木的信仰呢,有很多很奇怪的滑稽的念頭呢,想法呢,是做了出來。 當我們身體的靈量升起的時候呢,就會通過不同的能量中心呢, 最後達到這個,我們天靈蓋頭頂這個部分的第七個能量中心。 那麽呢,我們就跟這個無所不在的愛的力量呢,建立到聯繫了。 那麽呢,我們就跟這個無所不在的愛的力量呢,建立到聯繫了。 那麽呢,我們的注意力呢,就會感覺到我們靈體的存在。 當我們有了這種感覺,這種知覺的時候呢,我們就會第一次感覺到呢, 我們手指上面呢,原來是感覺到呢,這種力量了。 這個感覺呢,就像一小一大 discount的涼風。 once you are connected you become so powerful with your enlightenment that you are surprised at yourself 當我們建立了這種感覺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了一個很厲害的人 我們就知道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我們要跟整體的靈良建立聯繫 就像這個麥克風 如果不是駁去總機 作用很小 所以如果人不是連繫到這個整體力量的時候 我們會生活在一個很狹窄的 很無知的 就像那些人去求道 他們有很多很好笑的 畫一個頭的或者穿一些很怪的衣服 其實我這個人對自我追求是很內在的 不是在外面表現出來的 我們這個靈良升起的時候 我們第一樣感覺到就是慶和和暢 我們感到很安長 我們不會再有那些神經緊張 神經衰弱那種的疾病 尤其是在香港 所以我們都拼命找銀了 所以產生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般人 因為他們說中脈沒有升起 所以我們經常 要不走到將來 一向就是過去的 我們無法只在中間 無法只在中間 其實我們只在中間 我們只可以知道真理 這個思維就好像波浪一樣 一個思潮起伏 又另一個思潮起伏 我們在這個思潮之間 我們無法只停頓 但是靈良升起的時候 那些思潮都平復我們了 我們的注意力 就可以集中在現在這一刻 這個現在這一刻 就在左右兩邊的中間的通道來了 那你就得到了這個平安 你自己就是平安的全員 你就感到有平安 我們不可以刻意去入靜的 我們是自然地入靜的 感到無比的 平安 那我們就好像 我們就好像 我們跟這個世界建立了一種距離 我們看這個世界好像看出的戲劇 I see many people who have got awards for peace the foundations for peace, big organizations for peace Chimology 是見過很多人得過和平獎的 或者自己是和平基金會的負責人 但是他們內宗是沒有平安的 但是他們內宗是沒有平安的 他們脾氣很大的 如果你去見他們的時候 你要小心 要受他們的氣 這些人 雖然說名是建立和平 但是他們自己沒有和平很難的 這個和平 平安其實是內在的 它使得我們進入無思慮的入靜狀態 我們是沒有雜念 沒有思慮的 沒有雜念 沒有思慮 但是我們是有知覺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注力在現在這一刻 現在這一刻就是真正的現實 當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在大浪的頂點那裡 但是如果我們在大浪的頂點 但是我們在船裡面 我們不怕的 我們可以很安心地看著浪花 因為我們看到自己的問題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解決它了 我們的注意力就受到啟發 我們的注意力就變成很純粹 當我們的注意力就變成很純粹 我們就不會再貪慕其他東西 變得很純粹 我們就不會再貪慕其他東西 變得很純粹 我們不會再貪慕其他東西 那時候我們的眼睛是有光的 我們的眼睛是有光的 這個人他有很大的能力 他眼望哪一個 甚至他的注力放在哪一個人那裡 都可以幫助到這個人 你的記憶力變得很好 還有你變得很有活力 同時你變得很有愛心 我們今天發展了很多的能力和才能 我們都沒有自己知道 很多練習沙加瑜伽的人 他們今天都成為很出色的音樂家 他們達到很高的高度 但是他們是沒有驕傲的心 沒有自我 他們是很謙虛的 同時他們的行為是很正義的 你們可以成為一個印度的教徒 也可以成為其他宗教的人 這些人可以成為印度的教徒 也可以成為其他宗教的人 但是他們的表現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的表現都是一樣的 那些宗教狂野的人 他們可以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但是宗教是一種內宅的宗教 只有這個能量升起之後 我們叫做得到自覺 得到自覺之後 你才能夠真正了解宗教 基督徒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教徒成為真正的佛教徒 印度教徒成為真正的印度教徒 基督徒成為真正的佛教 佛教徒成為真正的佛教徒 盛造中心的貛徒 基督徒成為真正的佛教徒成為真正的佛教徒 所需亦依蝕十為真正的佛教徒 這個慾望是純粹的,其他慾望都是不純粹的 其他慾望是這樣的,得到滿足之後又有另一個慾望 就好像經濟學這樣說,人的慾望一般不能得到滿足 所以這就是你會有純粹的慾望,你可能會有認識或不認識 我們只有純粹慾望才是真正好的慾望 除非我們有這個純粹慾望,其他慾望是不會真正得到滿足的 當我們的能量升起的時候,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開始在手掌上感覺到絕對的真理 I've seen people get fooled by somebody who says I am such and such, I am such and such 傳媒體見過很多人是被人的花言巧語去騙的 說自己是哪一個哪一個,有什麼能力,他們走去信他 有很多假的導師,有很多假的導師 他們是去騙人和騙他們的錢 而且他們是在催眠你們的 不單止這樣,他們還破壞了你那個能量的系統 我們怎麼知道一個人是真的導師還是假的導師呢? 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手指去知道 手指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感應他當然是一個怎樣的人 很多人是不信神的 他們認為這樣是不科學的,信神是不科學的 其實他們這種態度是很不科學的 首先你要去試試找一下,去證明一下 然後你才好一下判斷 通過沙迦瑜伽你可以去知道 究竟神是否存在的 所有東西都可以自己去感應到去驗證去判斷 例如在印度的德里 已經有三個醫生 因為寫沙迦瑜伽的論文 得到醫學博士的銜頭 這個力量是我們自己的力量 這個力量就會做一切的工作 為何我們升不起呢? 就是我們自己不願意的 這裏是我們自己去做選擇的 當我們的能量升起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這個喜悅的海洋 歡樂的海洋 這種喜悅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 開心不開心 我們一般所說的開心不開心 其實就是我們的自我 如果我們的自我得到滿足的人 贊我們,我們就很開心 人家不贊我們,我們就不開心 但是Joy是喜悅 喜悅是不同的 它是絕對的 我們會進入喜悅的海洋 在這麼短的演講裏面 是不可能講完 關於沙迦瑜伽的知識 我們對自己有一點內心 因為這是我們要達到最後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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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你的個人沒有意義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作為人就沒有意思了 它沒有意義了 沒有了目的了 所以,the highest thing that happens is that you achieve a new dimension which we call a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我們要達到的高度就是我們要有一種新的意識 我們叫做集體的意識 集體意識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手指可以感覺到別人身體的毛病在哪裏 我們知道別人的毛病在哪裏 所以不單止是對於自己的了解 同時是對於其他人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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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能夠診斷和依止自己 同時我們能夠診斷和依止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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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 但是沙迦瑜伽不是給一些很低水平的人 而不是給那些瘋善、白癡的人 我抱歉 我們必須要明白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力量甚至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如果你是希望得到自覺的話 你要知道你生長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很重要 很幸運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一個開發結果的時代 這個是最後審判的時代 我們的力量會審判我們自己 這個是所謂救贖的日子 這個就是回教的穆罕默德所說的 也在古蘭經裡面記載的 到了這個救贖日子 我們的手都會說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一些問題 在座可能有一些問題 但我必須要告訴你一件事 我已經在這兩十五年做了這個工作 在過去二十幾年 已經在四周演講了 他已經遇到不知幾多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了 他已經很掛於回答這些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其實都在我們思維的層面裡面 最重要的是我們都要得到自覺 得到我們對真偶的知識 這件事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是有問題的話 可以寫信給Shimatology 得到自覺是一個很快很簡單的過程 五分鐘十分鐘都可以做到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能量中心 這個能量系統 已經一早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存在了 但是我們首先要知道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我們就不要有罪咎感 因為如果我們感到有罪咎感 我們就會有一些阻塞 如果我們過去有犯瘡的時候 你都不需要感到有罪咎感 我們面對它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感到有罪咎感 我們這個頸和股頭這邊就會有阻塞 如果我們感到有罪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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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頸和股頭這邊就會有阻塞 我們這類的疾病 我們這類的疾病 通常是一些癱瘓 或者是移動困難 因為這邊是一邊 分層那邊 第二件事我們要知道的 第二件事我們要知道的 我們要原諒所有的人 有人說去原諒人是很難的 但是其實我們要想到心一層 無論我們原諒別人 或者是不原諒別人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你不可以對對方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去原諒的時候 你就不會傷害到自己 但是如果你去原諒的時候 你就不會傷害到自己 在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叫做寬樹林這個能量中心 是一個很狹窄的能量中心 中間的通道是很狹窄的 如果我們不原諒人的時候 它是不會打開的 靈量就不可以通過了 靈量就不可以通過了 所以在今天這麼重要的時候 你都不肯去原諒別人的時候 你就會錯過了所有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一面說 要原諒別人一面想回去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特別想誰 我們就說一般來說 我原諒所有的人 第三樣的條件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自信心 我們今晚每個人都可以得到自覺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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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可能覺得自己不太好 或者自己不太好 或者我過去犯了很多錯 不需要了 不需要再想 忘記了它 不要看低自己 不要看低自己 要對自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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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時候 就未必做得到的 所以我尊重你的自由 Srimalogy是尊重大家的意志上的自由 那些不想升起能量 不想得到自覺的人 現在請離開這個禮堂 那些不希望升起能量 不希望得到自覺的人 請離開禮堂 Lastly This is not an individual happening 這個過程不是一個個人的過程 But it is a collective happening 是一個集體的過程 The microposms become the macroposum 微觀的生命 變成橫觀的生命 You becom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whole 我們變成整體的一個部分 So this is a collective happening 所以這個是一個整體的過程 After getting your realization You must take it seriously 所以今晚大家得到這個自覺之後 就要認真地對待它 我們仍然要繼續進步 要生長 直到我們達到一個階段 我們叫做無疑惑的知覺 我們沒有任何疑惑 同時我們有能力去提升別人的能量 我們可以醫治別人 我們可以幫助別人 and you can work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divine 我們可以作為了上天的力量 應該無所不在力量的一個表現的途徑 This is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life 這個是我們作為人的一個目的 So I would request again the people who don't want to have self-realization to leave the hall Shamanaji再次要求 那些不希望升起能量的 不希望得到自覺的人 請你們離開這個禮堂 You have to come to our follow-up programs where they will tell you each and everything about the second system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divine 在今晚這個講座之後 大家仍然要來這個練習班 我們會向大家解釋 所有關於能量 和能量中心各方面的知識 你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費用 But you have to give some time to yourself that's all Nai jiwe 花些時間就好 We can lear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